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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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欢迎收听五间总结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况 看到内地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上证纵合指数是中午收报3377点跌2点 上证纵合指数是中午收报12831点升6点 沪森300指数是中午收报4440点跌3点 创业板指数是中午收报288点跌30点 看看港股 恒指是上22000点半日收市 跌190点半日收报22039点 国企指数是收报7763点跌53点 科技指数半日收报4987点跌85点 大股市成交半日有七八八十六亿 和大家看看半日的焦点板块和股份 见到电力能源股是做好的 国家法改委那边就表示 会加快沙漠等重点地区大型风电光伏的建设 见到整个板块都做好 大塘、发电、华润电力都升近4% 农园电力半日升超过3% 华能国际电力都升近2% 看看腾讯 见到腾讯这个股价今天是进一步受压 事源腾讯昨天中午公布主要股东的Nespa 将有罪地减持 作为南非大股东的Nespa 反口三年不沽的承诺 还说会计划无上限出售腾讯的持股 见到腾讯越跌越有 半日是跌 挨近半成收市 中午收报360元 看看欧苏丹的业势 见到欧苏丹出了业势 顺利升超过5% 甚至破了纪录去到2.4亿欧元 派息率是增加到四成 末期息是0.55港元 还预料今年的营收是增加至少一成半 股价即后做好 曾经最高是升一成六的 半日都做好 半日都升到超过一成 另外还有葵程集团的业绩 见到葵程首季游行转规 是涉近10亿人民币 收入按季跌了一成二 主要是由于中国市场 受到近期新冠疫情反复的影响 而期内公司的住宿余订营业 收入是15亿元人民币 按年跌了8% 按季跌了2.4% 见到即后是受压 半日反而倒升到202.8% 升到2.3% 看看郭美零售 郭美零售有这个配股的新聞 看见它折让了一成二配股上版 它以先舊后新的方式 配售约19.63亿股的股份 见到它占这个扩大之后 股本约5.49% 见到它配股之后 股价都受压 每股配售价是0.4元 较昨天收市价0.455元 是折让了约1成2 集资大概有7.85亿元 半日国美零售跌了1成2 下来 现价是0.4元 这一节的环节差不多了 待会回来 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待会见